哈啰,大家好,今天小叔来带大家看一块在仿寮的省道上 那就是位于在平南公岳区旁边 全家超商的对面 这一块三角窗农地 那这块面积等于是7.2分 将近两千多平的一个面积这样子 那一分是399万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它其实对面是全家 那这边只要是往墾丁的车草 大家都一定会往这条路 就是南下 那我这块土地是位于北上的位置 那这块土地其实它可以做一些规划 例如说物流啊,仓储啊,以及 比如说做充电站啊,等等 这样的东西 那待会儿就带大家走到对面 这样子,那等于是它是双面临路 这边是往太原社区的方向 那临就是台一线的这个省道这样子 那我们走到我们这块土地上 它面临台一线省道这边的面宽大概约莫在33米左右 对,大概到那个公车站牌这里 对,就是这一块土地 那它上面有一个支柴室这样子 那它另外一边的道路就是往太原社区的一个方向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往这边 这里一个太原社区这样 对,等于是这一段,那深度这边差不多有114米 对,所以其实它这一块土地是还蛮好规划的 那就是大致上的土地的介绍在这边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支柴室的部分 刚好是在里面 那因为今天我没有带钥匙 对,没关系 可以看一下支柴室的部分上子 对,OK 那就是